吉村先生說他看桃梅就可以知道是什麼品種 我根本看不出來 我看一下它是有一點點粉的跟有一點點白的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一個叫做義子 然後是來到吉村農園這個地方 有是石頭有是溫室 它裡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種可以採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去找負責人 然後請他帶我們進去起來 然後幫我們介紹草莓 這位位置呢 待會兒要介紹一些利木仙的不同草莓品種 給我們的吉村先生 你好 那我們就請他來介紹利木仙 有哪些品種呢 味道有哪裏不一樣 這個房子裡十一品種 採培をしております 一つの房子裡 色んな品種が食べ比べができますので お客様好みの自分好みのイチゴ 是非探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 現在剛剛吉村先生幫我們採了 就是利木仙呢 就是這邊有種了五種不同的草莓 首先呢 我們先從一個 從右邊開始介紹 右邊這個是 女蜂 這個女蜂呢 現在市面上買不到了 然後種植的東西也非常非常少 幾番目了啊 栗木仙 這個就是利木仙最有名的品種 叫做栗木少女 日文是栗木仙 第三種的話是栗木仙 栗木仙 一的話是公主的漢字 再來這個很大顆的話呢 就是Skyberry Skyberry的特色就是呢 它的形狀非常的大 然後又整個非常的甜 那最後這兩個呢 是同一個品種 是利木仙呢 去今年度 算是今年度新生產的品種 叫做栗木仙 那叫栗木仙 是說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 被眾人喜愛的草莓 好那我們 我一邊吃 然後我們一邊請吉村先生 來介紹說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對方的甜品 是非常強的品種 食物是非常柔軟的 好 好那我們就是先從酸的開始吃嘛 好那我們就先來吃女蜂 好那我們就先來吃女蜂 對 就是因為它的下面的話是比較甜的 所以你從上面開始吃呢 才不會就是要先酸後甜嘛 好吃了 它真的是比一般的草莓軟好多 這裡是栗木仙 栗木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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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栗木仙蠻多農園都可以嘗得到這個 我一口吃是 一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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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味道不同 酸味和栗木仙 栗木仙 栗木仙 最後是栗木仙 對 它那個甜味是後面才過來 一開始吃下去是酸甜酸甜 但它後面的話突然變得好甜 栗木仙 栗木仙 這個也是 栗木仙 自己之間的栗木仙 在櫻木仙 是 最新的中全體的甜味 也是剛剛的栗木仙 那但是我們也不太會形容 栗木仙 栗木仙 然後栗木仙 栗木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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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味不太好,很甜,很甜 好,開吃了 非常大,很甜 很甜,一口一口 他就說可以,因為很大,所以真的兩口吃 但我朋友兩口吃,我還是一口吃掉他 怎麼樣? 有點大,很甜 好吃 謝謝 酸味不太好,很甜 他這個完全沒有什麼專位,所以非常好吃 最後就是愛花,那裡是愛花 那裡是愛花的,那裡是愛花的 那裡是愛花的,因為愛花的甜味 但它會很甜 如果你把它切成一半的話,會發現它的形狀 就是愛心的形狀,所以它才叫 愛花花 開動 開動 白的部分也不太甜 對,我認為是很甜 很甜 吃到最後都真的說很好吃啊,我真的分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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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の品種がお好みでし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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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的 對 對 這樣 拿著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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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來到草莓園的時候呢 它會發給你一個很像小盤子 還有因為疫情的關係要給你手套 所以就是 本來是 一般採草莓是邊採邊吃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呢 就是建議你就是全部採完之後到外面吃 那每個農園呢 限制的時間不一樣 有的農園就是一個小時 有的農園就是沒有時間限制 所以你就是採完到外面吃 吃完再進來採這樣 那這個吉村農園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不是只有栗木縣的草莓 它還種了很多其他縣市的草莓 像是這一個就是靜岡縣的 然後我記得還有福岡縣跟熊本縣的 我們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然後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長崎跟熊本產的 Ko yi mi no ni 然後就是說 吃的話呢 就是可以戀愛運會非常的好 有沒有吃的話呢 可以賺錢的 賺大錢 然後像這個是 Oishii Berry 這個是長崎就是九州產的 所以呢 這邊最大特色就是 你可以吃不同縣市的草莓呢 然後比較一下看看你喜歡的口味 我呢 特地去採了一些大島 來讓大家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就是栗木縣的高級品種Skyberry 然後呢 剛剛這四個就是 我剛說的可以戀愛運成功的 叫Ko yi mi no ni 你看有一個很像愛心的形狀 看是不是像愛心的形狀 這邊的草莓又大又甜 草莓產季班是在12月到5月 但是栗木也有一個叫做夏基的品種 是7月也有生產 所以基本上栗木是一整年都可以吃得到草莓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這個品種叫做Milkyberry 就是它很像就整個是白色的草莓 但它的口味呢是非常非常的甜 它也是完全沒有吃飯味 它的甜度呢 甚至是比Skyberry再更高一點 好有看一下它是有一點點粉的 跟有一點點白的 它就說吃起來不像草莓 草莓卻吃起來不像草莓 那是什麼味道 我們來吃吃看 全然一芋じゃない 對 全然一芋じゃない 對 全然一芋じゃない 對 全然一芋じゃない 全然一芋じゃない 就是你剛剛吃的草莓 就是吃的就是草莓 就是酸跟甜 但是它這就是 它也是草莓的樣子 但它吃起來是真的沒有像草莓 然後它也是非常的甜 它是全然酸味 對 全然酸味 它是完全沒有酸味的 而且你看它裡面它就長這個樣子 它整個是白的 不是說裡面就是粉紅的 在草莓裡面也是白的嘛 全然一芋裡也看不到 在草莓裡面